第二十题 一个质量为5公斤的物体 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 是以20牛顿的水平推力 持续作用5秒后停止施力 则在第7秒的瞬间 物体的顺时速率为多少 我们晓得 我们作用只有5秒钟 那之后就停止施力了 所以到5秒钟到第7秒 它是不受外力作用 也就是它会保持惯性 它的速度速率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所画出来的VT图 是像这个样子 原来是有所谓的等加速度 然后到5秒到7秒的时候 是做等速度运动 然后我们想要求的 第7秒的速度 其实就是所谓的第5秒的速度 或者是说第5秒的速率 就是第7秒的速率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VT图 我们只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叫直线球加速度 第二个是面积球位移 所以加速度就是0秒的时候是0 5秒的时候是V 那我们想要求出V 我们就不需要知道A A我们可以做 A我们可以用F等于MA来做 那我们今天呢 施力了 是20牛顿 那我们的质量是5公斤 所以我们加速度是4 所以把它带回来 这边是4 就等于5分之V 所以V就会等于20 每秒呢20公尺 所以第20题问我们说 则在第7秒的瞬间 物体的顺时数率为多少 我们答案呢 选的是B 每秒20公尺 2